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有规有矩 没有规矩的家庭比贫穷更可怕 导演陈凯歌曾和老婆陈红带着儿子陈飞宇参加过一档节目 节目里陈飞宇在推门进来时 父母正在用餐交谈 于是陈飞宇轻轻地带上房门 站在门口角落并没有上前打扰父母 直到陈凯歌叫陈飞宇过去时 他才轻声漫步地走了过去 陈红给陈飞宇喂了一口菜 问他好吃吗 因为嘴里正在咀嚼食物 陈飞宇并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之后陈凯歌把自己的筷子递给陈飞宇 让他夹块肉吃 陈飞宇双手接过陈凯歌递过来的筷子 非常优雅地向父亲点点头 陈凯歌在和陈红回忆过往时 陈飞宇就蹲在母亲身旁 紧紧搂着母亲的肩膀 父母聊天 作为孩子不插嘴 吃饭不能说话 接东西时双手 点头表示感激 看完视频以后 很多观众都赞扬陈凯歌的家教 还有陈飞宇的有礼有节 孩子对父母的态度 暴露出了孩子的教养 也暴露出了父母的家教 只有家教严明的父母 才能教出有教养的孩子 郭德纲是出了名的家教严格 家风严密 时至今日 郭德纲跟父亲坐在一起 依然是挺直了腰板 不敢翘二郎腿 郭德纲跟父亲从来没开过玩笑 在家里没说过一个脏字 对父亲永远是毕恭毕敬 儿子郭麒麟 一点也没有新二代张扬跋扈的样子 郭德纲说话时 郭麒麟永远都是站在身后 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美国著名牧师葛培里说 一个被允许不尊重父母的孩子 不会懂得真正尊重任何人 同样的 孩子在父母面前守规矩 毕恭毕敬 必然也会有理有节地相待他人 而这样守规矩 有教养的孩子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被大家喜欢和尊重 就像陈飞宇和郭麒麟 两人不仅事业发展很好 业内口碑也好 二 对孩子规矩严明 作家刘庸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 你不舍得给孩子立规矩 就会有人给孩子掌教训 刘庸是个典型的严父 从小就在给儿子立规矩 让他学会独立和尊重 儿子刘轩小时候不爱说话 养成了自闭的习惯 刘庸就给儿子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矩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严格作息 不能偷懒 自己洗衣服 父母不在家的时候 必须要自己做饭 儿子看电视要管 玩手机也要管 还把儿子独自送到路程三个小时的地方上学 有一次 儿子做错了事 刘庸骂了他两句 然后把头转到了另一边 转过头时 刘庸发现儿子把脚偷偷地抬起来 示意想要踢他 虽然儿子这是个假动作 可还是被刘庸看到了 于是刘庸动手教训了儿子 他说要么你不要理规则 要么你就得严格执行 这是很重要的 在父亲的约束下 刘庸很小就学会了独立 学习也很刻苦 考上了哈佛大学 面对父亲的管教 刘庸对父亲也有过讨厌 叛逆和憎恨 但在长大成人 考上哈佛的那一年 刘庸突然意识到了 父亲的良苦用心 刘轩表白父亲说 这21年来 我讨厌你的严加管束 而21年后 我很感谢你的宽宏大量 我该起飞了 却莫名其妙地有点舍不得 孩子的生性都是顽劣的 叛逆的 但父母如果只是一味 由着孩子的性子来 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走上歧途 或许小时候 孩子并不能理解父母的用意 假以时日 一定能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不懂得立规矩的父母 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与其跟孩子讲道理 还不如给立规矩 在梁启超眼里 改变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道理 而是规矩 梁启超六岁时 因为一件小事向母亲撒了谎 被母亲叫到卧室 严厉教训一番 母亲一向温良醇厚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 见到母亲圣怒的样子 梁启超试图掩饰 没想到惹得母亲怒上加怒 动手教训了她一顿 从此母亲为她立下 不许说谎的规矩 等到梁启超长大以后 母亲才语重心长地告诉她 人之所以说谎 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 却谎称没做过 或者有该做的事没做好 却谎称做到了 母亲的这番话 给梁启超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她幼小的心中立下了规矩 家庭教育中曾说 有规矩的自由叫活泼 没有规矩的自由叫放肆 家庭没有规矩 孩子就没有原则 孩子小时候不给立规矩 将来走向社会 很容易缺乏敬畏心 规矩意识 不单纯是保护孩子的铠甲 更是孩子通往未来世界的门 很早之前看过一部电影 叫《婚姻故事》 讲述的是一段完美婚姻 走向消亡的故事 查理是天才导演 妮可是优秀演员 两人因为工作结缘 一见钟情 他们一度认为 对方是最契合的灵魂伴侣 旁人也觉得 他们是一对默契无间的夫妻 就是这样一对默契无间的夫妻 最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在一起生活久了 他们就会屏蔽掉 对方身上的优点 看到的都是缺点 查理在家里当起了甩手掌柜 孩子都是妻子在照顾 他充耳不闻 查理还忽视了妻子的情绪 独断专横 妻子连骑马的话语权也没有 公寓的选址和房型 都没有询问过妻子的意见 家具也全部是按照他的品位买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妻子想要的 有一次 两人再次为了孩子的抚养权而争吵起来 两人越说越激动 越说情绪越失控 最后开始翻起了对方的旧账 彼此都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话 查理大声咆哮说 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希望你死 我希望你得重病或者被车撞死 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攻击 指责对方 两颗心渐渐越走越远 最后彻底分道扬镳 2018年 某省离婚案件中排在首位的离婚原因 不是家暴 也不是感情破裂 而是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 夫妻之间 因为不懂相互妥协 原本鸡毛蒜皮的小事 愈演愈烈 最后成为了离婚的导火索 很多人都会觉得 对上要对长辈讲规矩 对下要对孩子立规矩 唯独忽略了夫妻之间 其实也需要讲规矩 一个家庭 夫妻是最亲最爱的人 也需要立规矩 不吵过夜假 丈夫要先哄妻子 能用感情解决的问题 不要用道理 不说伤害对方自尊的话 说出口令要道歉 无论任何情况不可以动手 遇事有分歧 双方都要尊重沟通 家务事要恰当分配 不能依赖一方的付出 管孩子要统一战线 不能当孩子面畅反调 只有夫妻同心协作 一个家庭才能走向富足 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夫妻恩爱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夫妻关系和谐 家庭自然风生水起 横薄兴旺 有规矩的家庭 再穷也能发家 因为有敬畏心 没有规矩的家庭 再富也会败光 因为家风不正 有规有矩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精神不动产 也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